4月29号,台湾情侣媒体自由时报报道称,在台北西门廷五星红旗满街绕,报道内容则是一句党内独派脸书粉丝页西门廷台独旗队28号发布的一顿视频,视频中高举着五星红旗的民众行走在台北街头,并与举着台独旗的独派分子在穿过街道时正面相遇,双方正面交锋,由台湾民众高呼起,打倒台独等口号, 视频画面外还出现了一独派男子气鼓鼓地称,今天五星红旗又来到西门廷,其实早在2016年,西门廷就曾出现岛内统派高举五星红旗与台独分子应当的场景,如今西门廷再现五星红旗,台湾自由时报再报道第一句就称,台北市万华区西门廷情报再度出现大批五星旗,报道还称,台北市街头出现五星旗的频率是不是有变高啊? 虽然令岛内绿营不愉快,但让他们心塞的是,就今年台媒报道来看,台湾街头出现五星红旗的频率变高真实存在,就连曾经的民进党老巢高雄街头,日前也出现了五星红旗,此前面对岛内越来越多的五星红旗,由独派妄图煽动,禁止悬挂五星红旗,公投结果翻车。 国台湾发言人马晓光表示,操弄这样的公投,实际是以台湾人民的利益为赌注,来挑战一中原则,制造两岸对立,这种玩火自焚的行为必将自食恶果。 对此,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包成科曾表示,台湾民众悬挂五星红旗,因为台湾岛内社会变化的态势,台湾对大陆好感度增加,对五星红旗感到亲切。 这样的发展在民进党掌权时出现,可看出台湾社会对民进党的批判和否定,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不承认九二共识,导致两岸关系激动。 马晓光曾说,经过两年多来,两岸关系这样一种紧张复杂的变化,大多数台湾同胞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,已经认识到九二共识的重要性,以及它的可贵性。 这有助于两岸同胞在九二共识基础上,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,共同创造互利双赢的两岸关系美好未来。